Hello大家好 我是天王大英帅 今天的情人节比较特殊 因为由于疫情的影响 很多小伙伴都没有过情人节 我们一方面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一方面小伙伴们不用担心 今天我给你们过情人节 这个时候小伙伴们就要问了 帅帅你有女朋友吗 我有啊 可不就是你们吗 今天不管是蓝粉女粉 包括坐在前面的女装大佬 通通都是我的女朋友 把你们想要的礼物 全部给我打在弹幕上面 其实说实话 做UP主这段时间呢 早就把你们当成了我的女朋友 曾经在网上看到 说如果你的女朋友爱吃火龙果 但不喜欢吃里面的纸 或者说她有恐惧密集症 你会为她把里面的纸挑干净吗 今天我给大家的答复就是 我愿意 并且我觉得火龙果挑纸难度偏低 我们来一个难度高的草莓挑纸 来 这一盒呢有25颗白草莓 我们难度升级 砰 这里面有4盒 就是刚好100颗 我们把它全部整理出来 好啦各位女朋友们 草莓呢已经全部摆放完毕 然后呢我们这里面摆放完一共是103颗 我们呢就去掉3颗品质不好的 价格呢我买的是80块钱一斤 我这里面买了4斤 品质稍微来说有点差 白色的草莓呢它是由于缺失花青素而形成的一个白色 糖度作为衡量水果口味的重要指标呢 甘蔗它是20度 而普通的红色草莓呢它在4到10度 在水果中不算高 但白色草莓的糖度呢 却能普遍达到12到15度 我们呢准备一个小捏纸 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是下午的6点16分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挑完一个草莓的纸 需要多长时间 开始 小伙伴们我们看到一个草莓我们花了18分钟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挑完草莓过后的样子 我们来个小伙伴们来个对比 这个是挑完纸的 这个是没挑完的 这里面呢是一颗草莓身上所有的纸 其实还有很多都弄掉了 小伙伴们我们看到呢一颗草莓呢大概是18分钟 挑完过后呢它像白鱼一样晶莹剔透 如果按照一颗草莓18分钟的话 那么100颗草莓就是1800分钟 换算成小时的话刚好是30个小时 那我今天呢就尝试挑战一下 我们录到明天的这个时候 今天呢是2月21号 那我们22号见 开始 开始 我们呢刚刚把第二个草莓挑完肯定小伙伴跟我一样有疑问 一颗草莓到底有多少颗纸呢 那我们现在重新准备一个碟子 开始统计一下 来开始 刚刚呢我一边挑心里面一边摸摸的数 大概每颗草莓呢都在200颗到220颗纸左右 那么100颗草莓呢就相当于2万颗纸 也就是说我们前前后后要挑2万下 好了继续 好累啊 第十颗草莓呢终于挑好了 喝个酒 这个时候挺孤单的我要听一点音乐 我孤单的时候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听听音乐就好了 好了继续 你不说了 别承试了 2 2 3 2 2 3 3 4 5 小伙伴们现在呢是凌晨两点钟 然后呢我大概挑好的有50个 其实呢越往后挑越熟练 大概呢一颗草莓平均在6分钟到7分钟左右 那我们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 已经挑好的50个和剩下的50个 现在眼睛很花手很酸 我们呢休息一下 喝点酒吧 好了喝点酒呢有点清醒了 那我们继续 喝点酒 小伙伴们 我们现在煮剩下最后三颗了 加油 小伙伴们 还剩下最后一颗了 现在眼睛有点困得睁不开了 不行 喝点酒清醒一下 来吧 最后一颗收尾 希望这份迟到的情人节礼物你们会喜欢 对了100颗不够浪漫 那我们现在吃掉一颗 99颗 同时呢本次挑战我们献给在武汉一线的医护人员 你们辛苦了 这次挑战我们一共耗时多久呢 我们从昨天晚上6点钟开始录的 然后现在是12点03分 也就是说一共用了大概18个小时 然后给小伙伴们看一下这碟子里面挑的纸 这里面散了很多 包括布上面粘了很多 然后呢蹦出来很多 对了 忘记说了 刚刚吃的这口白草莓并不好吃 建议小伙伴们直接买红草莓吃就好了 这个不好吃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要赶紧去补教了 溜了溜了 大家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